我可以拆開 我可以拆開 我們開始了 我們先看看 我們第一步是誰 Lukas 我們今天要拆什麼? Kobi 你是不是很想拆呢?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好嗎? 好 好,我們拆開 我們先看看 這個這麼暖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拆開? 你聞得很好 我們現在是否有不同大小的零件 原來也有不同顏色 如果我們想方便拆開 我們可以先分類 我們可以怎樣做? 分類 對,我準備了 你先看看 我準備了多少個盒 三個 三個 好,不如我們先分類 好嗎? 你先看 我們把藍色的放進一個角度 都是 把黑色和白色的放進一個角度 藍色就放進一個角度 然後把這些 其他很小的 全部放進一個角度 或者你不懂怎樣分類 就放進一個角度 對,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分了三大類 是嗎? 是 這類是什麼? 藍色 這類呢? 白色和黑色 白色和黑色 這類呢? 分不到和細小 對 分不到和細小 你很厲害 其實我們這個分類有什麼好處?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嗎? 不如我告訴你 其實分類可以令到我們一間 整個汽車的時候 可以容易找到我們所需要的零件 而呢? 其實在這個分類的同時 其實也可以幫助小朋友 他可以學會去想一下 如何去解決問題 去分類 整合 以及在當中 也可以讓他學會 如果是小一點的小朋友 可以讓他學會分顏色 讓他可以認識到 原來要組裝一個 例如汽車的話 都會有不同的組件在裡面 這一本呢 是教我們如何砌警方的說明書 說明書 對 你看看 這裡有不同的步驟 我們可以看看 有不同的步驟 1 2 3 4 我們跟著一步一步 找回相關的零件 我們就可以慢慢砌警方出來 好嗎? 嗯 OK 我們開始了 好 好 我們先看看 第一步是誰 對 一些磁 ny 空間 很乖 很乖 很幼乖 嚕 倘剔中 oatmeal 讓人先聽一下 我們砌到這個東西是什麼 車的底盤 其實我們平時在現實世界中 真的要做一輛車 我們都會由一個車的底盤開始做 你知道它有什麼用嗎 不知道 那我告訴你好不好 好 這個底盤我們就會有一個 好像一個座 這樣我們可以 車會不會有座位 是的 我們可以在一些位置 安排了可以放座位 車會不會有其他零件 令它可以走的 你猜這些零件放在哪裏 例如6 你猜在這個底盤 這個底盤會放在哪裏 在這裏 對 你看到已經有一些軸 是凸出來了 準備之後可以放輪子 是不是 好了 你看到這個是什麼 車頭 對 車頭的位置 好像這個 嘴巴一樣 好像 額子一樣 對 這個是車頭 車頭 我們都準備好了 我們砌整個底盤之後 我們可以再砌車的上面 例如它的座位 我們一間會砌的車尾 還有 車的玻璃 還有車尾 還有我們現在玩的車頭 我們一間都會砌上去 OK 那我們繼續砌的好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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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大肆上 砌了整個車 對不對 包括呢 這個旁邊有車門的位置 因為由於這一輛是警車 所以車門在那裡寫了什麼 什麼字 部門 對 車門寫了部門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砌車內的東西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你看到 平時在車內 你會看到什麼靈體在那裡 軚盤 軚盤 對 我先找一下 軚盤在哪裏 啊 軚盤 那我想問一下 你軚盤用來做什麼 開車 開車 當我們轟我們要轉左邊 要怎樣 這邊 這邊 要去左邊 要去右邊 轉右邊 要去右邊 是不是 değil 小心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軚盤放在那裏 這裏 軚盤放在那裏 什麼事 做得到 做得到 然後這個就放在旁邊 這個位置 有窗了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這個軚盤 如果你是司機 這個軚盤在左手邊還是右手邊 這個是左手邊 如果我們是司機坐在這個位置 現在的軚盤在你的左手邊還是右手邊 左手邊 在左手邊 我想問一下 你平時坐車 你會看到司機的位置 在右手邊還是左手邊 右手邊 對 為什麼這輛軚盤在左手邊 因為它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這樣的 因為這輛車不是香港的警車 是住在哪裡 可能是住在外國的地方 例如美國 這些 駕車的軚盤 就會在左手邊 在香港 駕車的軚盤 就會在右手邊 這個 這是什麼 刀後鏡 好 我們先把兩個 刀後鏡 刀後鏡 對 一個 兩個 刀後鏡 有什麼用 看下 看下後面有沒有車 看下後面有沒有車 對 如果我們在駕車的時候 如果有些車 從後 想快過我們 我們都會看下 後面有沒有車 想走過來 你有安全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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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好玩 好玩 這是什麼 警車 警車 我們看到 警車裡面有什麼 人 有人 還有警車 車頂上面有什麼 燈 有燈 那個是 警號燈 對嗎 警號燈有什麼顏色 紅色和藍色 紅色和藍色 對 不如讓大家看看 試試看 還有吃得開去給人 是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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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輪子 旁邊黑色 這個叫什麼 車輪 車輪 車輪有什麼用 如果這個沒有車輪 的時候 那 就會走不動 喔 會走不動 是喔 其實車輪可以幫助 車去走路 是嗎 是呀 公車的時候 都會有車輪 的喔 而且呢 車輪 就會在不同的環境下 都會有不同的車輪 例如巴士啦 火車啦 雪糕車啦 例如 消防車啦 舊車都會有的 嗯 這些車都會有車輪 的 不同天氣啦 如果是 在掠雪地的時候 或者走沙漠 我們那個車輪 都可能會有不一樣的 因為呢 要配合那時候的天氣 例如雪地的時候 可能那個車輪 會 因為那個天氣會很滑 地下會很滑 很滑 所以這個車輪 會有不一樣的 你願意看嗎 不願意 做得好 對 你 因為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